《重點 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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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是 如果說在這裡 我們應該這個是板像 如果說我這裡 線沒有了 假裝我這裡已經線斷掉 我剪掉了 那我要接線的話 我們這裡是不是正常的 就是一樣勾法 勾 之後我們是不是要勾一個鎖針 這個鎖針 直接拿心線起來 直接拿心線 勾鎖針 然後這裡會不會鬆鬆的 要拉緊 等一下再收線 這樣是不是接了一個心線 那繼續一樣再勾 就是一樣的技法 技法都一樣 只有在勾這個鎖針的時候 把心線加進來 這樣你就換線了 你看接下來就換紫色再勾了 好那這個就一樣了 這是勾鎖針的時候 對 勾鎖針的時候用心線 那心線在變成怎樣 要 就留個收線的那個 大概就是20公分左右 好 心線 心線跟舊線都是剩下20公分左右 你就要接線了 好 所以就是 這是一樣的勾法 但是我再重複一次 所以心線也是要留個10公分就對了 一樣 這個是舊的部分 它本來就是在舊的這裡 我們在勾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這樣入針勾線拉拔 本來是這裡勾一個鎖針 那這裡如果萬一你要接線的時候 然後這一條線就不要再把它勾起來 現在是紅色的線 那接下來就換新線進來 那新線是紫色的線 那我直接這一個 這一個鎖針 我就直接用新線勾 那這裡就會變成有兩條線在這個地方 好 那一樣就是開始都是重複 同樣的方法 你所有的勾針的方式 就是勾那個柱子的方式都一樣 只有在那一個 那個 因為這裡會比較鬆 所以這兩條線 你等一下全部都在勾完之後 因為它會鬆鬆的 有沒有這條舊線有沒有 它鬆鬆的 那怎麼辦 你勾了大概三四段之後 它基本上就會密合起來了 密合起來之後 再把這兩條線打結 這兩條線打一個平解 再分開收線收掉 好這樣知道意思 就是這樣就是接線 所以剛才有同學說 我穿錯珠子了 所以拆掉重來 不用 就是直接把線解掉 多的拿掉 少的加進去 那萬一你要勾一個 很長的項鍊的時候 因為要退珠子的時候 會 我們這個作品它長度不長 所以你加上去的珠子沒有很多 萬一你要勾一個作品 很長 項鍊很長 或者是你要勾珠包 有很多同學勾珠包 那你就要穿很多珠子 你就要一直退珠子 退很久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買那個小卷的線 然後你穿珠子 就不用穿很多 然後還有就是你可以 挑顏色去配花樣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接線 你在勾那個珠包的時候 也一樣 就是你要用那個 心線勾進來 就是你在勾那個索針的時候 就把心線勾進來 這樣子 好那就是要分開 再收線 於是 你看 сделал 你 你 你